台北农产运交公司在今天即将要召开董事会 除了改选董事长也会决定信任的总经理 根据了解是否还有云林县前县长张荣慧的农会派合作 拉拢关键民股将会推派金门县前县长杨振武来担任董事长 高雄市的农业局前局长吴芳明出任总经理 拿回经营权 但是呢农委会方面也是积极的布局 力拼其他人来续任总经理 好预料在今天的董事会将会有激烈的攻防 但是呢我们还要来关心的是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发文了 他是以北农前总经理韩国瑜作为例子 批评他担任总经理期间 农民种菜就像下赌一样难以预测 陈吉仲呢以高利菜作为例子 他说韩国瑜任总经理期间 高利菜价格的波动标准差是11.3元 其中每公斤低于10块钱的天数 占总交易日的31% 好但是呢 现任的翁总经理 高利菜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19.18元 价格波动的幅度的标准差是8.37元 低于10元的交易日 占总交易日的12% 因此呢 陈吉仲对此就说了 从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得出来 愿意为农民还有消费者做事的专业经营 才能够做到顾好农产品品质 而且让平均价格稳定极高 不过呢 网友对此是完全不买单的 怒轰要不要把全国的物价跟农产品的物价 平均年涨幅拿来一起看一看呢 有人表示 韩国瑜啊 比较的话 很针对 应该要加入吴英宁的数据吧 台湾的世家暂停销往大陆638天之后 6月20号才重新扣关成功 那博主委陈吉仲呢 日前有发文直接开栓饶庆林是自贬国格 好但是呢 饶庆林他日前有喊冤 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又正式发文了 是以穿着国王新衣的陈吉仲为题来反击 饶庆林他有说 既定印象不是一天造成的 从缺蛋缺水到缺猪肉 浓于蔬果产销失衡的日子吗 好 饶庆林他更以简易产销初心三点来做反击 开酸人贵自知 但是显然陈吉仲并不知道 他是民间普遍 最认为最不适任的部会收账 好但是呢 我们继续还要来看到 这个大陆国台办宣布了 恢复部分经过申请注册 台湾世家 可以重新销往大陆 那博主委陈吉仲 他直指饶庆林 你是在配合大陆方面起舞 甚至还抨击农产品外销 不必自贬国格 我们继续来听到 这是议员许巧心他痛批了 陈吉仲你不检讨问题 只会怪对岸政治操作 这几年来呢 台湾的农产品没有办法销售到大陆去 有非常多的原因 但是陈吉仲把所有的理由 全部统称叫做政治操作 那我就问一下 当时震惊全国的凤梨苏事件 那到底是谁搞的鬼 最后到结果呢 我们发现是食药署完全不知道 这个中国大陆已经演你好久的 这个要准备上路的规定 所以同样是一些内线制品 那日本可以成功的销往中国大陆 日本有好好的跟中国大陆谈判 他如果觉得里面你的这个 相关规定不合理 我们做不到 我们就好好的来谈 来解决问题 所以最后正式上路的时候 日本没有碰到太多问题 可是台湾这边呢 台湾业者自行曝光都成功 可是台湾业者询问食药署 或是透过食药署 最后结果呢 石沉大海 很多东西 他把它当成是可以煮的这种 他把凤梨苏当水饺 然后再报官 所以农委会的不专业 以及他们疏语 跟中国大陆去谈判 去了解 那这当然就造成了 台湾很多的农产品 或者是一些加工食品 没有办法进到中国大陆 结果所有的这一切 食药署没有做好的地方 农委会没有做好的地方 陈吉宗就用四个字 政治操作 就想要把自己身上的责任 通通丢给别人 可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 这一次包含是夏立妍他们的努力 然后呢去谈判 台东的世家就可以再次输到大陆 这让我们知道一件什么事情 是民进党过去讲的那些政治操作 都是骗局 只要有好的交流跟沟通 很多事情大家好好的讲清楚 在顾及台湾主权的情况之下 中华民国的主权 有因为世家能够重新释放到大陆去 卖到大陆去 有任何一点减损吗